上一个五年任期 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 强力推动反弹打虎 惩治腐败 被外界称为习王联盟 而现在 随着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再一次站在习近平的身边 王岐山将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 一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根据宪法 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既然习近平对王岐山很信赖 他会把很多主席的职权委托给王岐山 这样 王岐山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国家副主席 另一种方式是列习党的高级会议 包括列习政治局常委会议 尽管在党的高级会议上 王岐山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岐山深受习近平信赖 他的意见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 或者说他的意见会得到习近平的支持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会去附和他的意见 于是王岐山就变得比其他常委更有分量 这两种作用加在一起 未来的王岐山 不仅仅是第八个常委或党国第八号人物 而将是党国第二号人物 此前外界传言 王岐山将是编外常委 但随着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后 或许王岐山将成为 中共体制内实质上的二号人物 红二代罗宇在接手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王岐山在十九大上卸任 这是他和习近平两人设计好的一个计谋 目的是让江派的张德江 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局 王岐山是作为陪伴 陪伴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让没有做坏事的人跟着做坏事的人一起受责罚 王岐山已经六十九岁了 如果按照中共内部七上八下的规定 王岐山就必须要退出政治局常委 但这并不是习近平的本意 香港媒体曾在去年爆出消息 说习近平想让王岐山留任常委 但却遭到了党内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 报道说王岐山的反腐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 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 那些官员们就寝食难安 报道指出 特别是曾庆红曾经被王岐山多次约谈 要他交代本人和家族的贪腐问题 如果王岐山留任 曾庆红就自身难保 所以他判死阻止王岐山留任 另外 张德江 刘云山和张高丽对王岐山留任也是不服 甚至刘云山提议将常委人数扩展到11人 这样他也可以留任 在强大的阻力之下 王岐山表态说出于健康原因 不在留任中常委 但是习近平是因为和王岐山联手 才打掉那么多的江派官员 如果王岐山彻底退出 习近平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铁腕人选 现在也看到了 反贪打虎从十九大到现在 一直处于徘徊的状态 正是处于这些原因 习近平不得不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就是让王岐山换一个身份 换一种方式 继续回到权力核心 罗宇分析认为 这是习王之间的一个小计谋 在中共党内没有职位 但是在国家行政方面 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这样既没有破坏中共的七上八下的规矩 中共党内无话可说 又让王岐山重返政坛 七上八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江泽民为了排除那些声望高 有能力的政治一己 安插他的人马 也就是在换届之年 中共政治局常委如果是67岁 还可以继续连任五年 但是如果是68岁就要退下来 王岐山就属于这种情况 如今王岐山成功重返政坛 新的习王体制将要展开 时事评论员恒和先生早前曾分析指出 国家副主席虽然是一个虚职 但是要看是谁来干 不同的人 权力大小也不一样 随着习近平修现成功 已经删除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也就是说 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位置上可以无限期的执掌 这样一来 习王体制得以实施 将派想翻盘的机会没有了 对那些落马 但心有不甘的大小老虎来说 希望已经彻底没有了 对于那些有江派色彩 但目前没有落马的官员来说 习王体制也是一种强力震慑他 换句话说 习近平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不过罗宇表示 现在没有落马的江派人马还在蠢蠢欲动 伺机卷土重来 不管习近平做什么 中共都注定要垮台 而且也没多长时间了 机不可失 时不再来 认为习近平在权力稳固之后 应该当机力断平反六四 法办镇压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 同时解体中共 否则将疑惑无穷 被誉为第八常委的王岐山 在17日获选国家副主席后 有美媒称 王不是第八常委 而是二号人物 有评论称 习近平修宪 删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 可能使暗杀等因素增加 一旦国家主席面临不测时 宪法规定副主席接班去而代之 3月17日 中共全国人大会议上 前反腐杀黄王岐山 不出所料地被选为国家副主席 重返政坛 有的没称 在中共十九大上 退出权力中心的王岐山 已正式回归 并改变了国家副主席 只具有象征意义的传统 3月4日 中共人大预备会议上 王岐山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同时与六名政治局常委同座一排 被誉为第八常委 由美美引述中南海知情者的话披露 已经广泛传播的所谓 王岐山是第八常委 并不完全准确 其实 王岐山出任国家副主席后 是地地道道的二号人物 该知情者称 不要忽视国家副主席本身的概念 其直接和最重要的意义是 当国家主席出现任何形式的问题时 从国家宪法和法律层面而言 只有国家副主席才能在各种场合 代替行使国家主席的 所有宪法赋予的国家权利 和全民义务 该知情者还表示 习近平已经在党内赢得交易 如愿以偿地成功修改了宪法 最重要的是 变相延长了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任期 习近平当然会连任 而王岐山的留任 也当然会使中共进入标配的 喜王配模式 报道还称 习近平修宪删处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 可能使暗杀等补测因素增加 一旦习近平面临不测时 宪法规定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接班 事实上 中共十九大前后 有关王岐山想取代习近平的传言 已经喧嚣沉上 十九大 王岐山落退后 有港媒称 过去五年来 王岐山配合习近平反复打虎树敌太多 成为许多人的眼中钉 这些人制造习王矛盾 因此传言王岐山想取代习近平 报道说 王岐山已年届七十岁 怎么可能取习而代之 习王可能工作上有某些分歧 但在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 中共十八大后 习王联盟反腐打虎 王岐山作为习近平的打虎干将 在过去五年拿下约150万中共各级官员 查处省军及以上其其他中管官员440人 多数是江泽民集团要员 报道说 正是由于习王反腐整风得罪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团 很多人是习王位眼中钉千方百计的要将他们扳倒 但由于习王声望极高 要一时之间扳倒也非一时 因此 一些人想出清军策的历史劳大戏 放风制造习王矛盾 企图在习王之间打个蝎子 借习之手铲除王岐山 中共十九大赏 王岐山未能留任中共政治局常委 不过 今年1月29日 王岐山的名字出现在湖南省人大代表名单上 外界普通认为王岐山重返政坛 如今尘埃落定 对于王岐山重返政坛出任国家副主席 外界分析 除了协助外事工作外 不排除会协助顶层强化对香港的全面管制 而王岐山掌握的实权 也被认为将会超过其他副主席 甚至超越其常委 王的真正作用 将仍然是习近平最得力的左右手 今后的中共体制仍然以习王二人互动为主 习近平17日连任国家主席后 不少国家发来贺电 甚至包括近年关系蓄冷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但最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川普至今却未发贺电 中共13届全国人大17日召开全体会议 习近平获全票支持连任国家主席 在此之前 中共人大表决通过宪法修正案 删除国家政府主席不得连任两届以上的条文 引来习近平将连任甚至将中深制的猜测和争议 中央社报道 习近平连任国家主席后 中共外交部官网第一时间发布一些国家领导人的致电致函 首先提及的就是金正恩 在随后中共外交部不断更新的消息中 其他发出祝贺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德国总理默克尔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文在寅等国家领导人 不过 截至发稿为止 中共外交部官网披露的祝贺国家中 仍未见到最受注目的美国总统川普的贺电 报道称 习近平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连任总书记时 川普曾与习近平通电话表达祝贺 习近平五年前当选国家主席时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电话当天就到了 在对中共骇客威胁美国表达不满后 也表示了祝贺 川普的贺电和使道 以及是否会发出贺电 颇为外界关注 川普上任后 朝鲜核危机一直是头号选项 随着朝鲜核威胁的不断升级 川普与习近平互动频繁 并敦促北京对朝鲜施压影响力 川普也多次称赞同习近平的个人关系 但随着朝鲜半岛危机的不断加剧 中共一直无法采取决断的措施 制止朝核危机恶化 直至近日川普突然破天荒的宣布 同意接受金正恩的邀请 直接对话 将中共更是晾在一边 时事评论员夏小强分析认为 中共长期容忍朝鲜的无赖与敲诈 无非因为朝鲜是中共对抗自由世界的最后一道防线 也是中共在最危急时刻 转嫁政权危机和视线的工具 川金会的讯息或意味着 中共将逐渐并最终失去对朝鲜的控制 与此同时 美中关系紧张不断升级 川普日前签署对进口钢律克征重税 紧口的钢律将分别被克征25%和10%的关税 今年8月美国将会公布对中国知识产权进行调查的结果 若调查结果属负面 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温 美国或会对从大陆进口的电子产品 信息产品配件等征税 近日川普签署了北京最在意的台湾旅行法 这项法案鼓励美台各层级官员互访 日本媒体认为 中美关系除了可能爆发贸易战外 现在台湾旅行法即将生效 有可能打破中美关系平衡 如今王岐山成功重返政坛 新的习王体制将要展开 时事评论员恒和先生早前曾分析指出 国家副主席虽然是一个虚职 但是要看是谁来干 不同的人权力大小也不一样 随着习近平修现成功 已经删除了国家主席和国家副主席的任期限制 也就是说习近平和王岐山在国家主席 副主席的位置上可以无限期的执掌 这样一来习王体制得以实施 将派想翻盘的机会没有了 对那些落马但心有不甘的大小老虎来说 希望已经彻底没有了 对于那些有江派色彩 但目前没有落马的官员来说 习王体制也是一种强力认慑他 换句话说习近平下了一盘很大的棋 不过罗宇表示 现在没有落马的江派人马还在蠢蠢欲动 4.香港媒体曾在去年爆出消息 说习近平想让王岐山留任常委 但却遭到了党内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的激烈反对 报道说王岐山的反腐 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 如果王岐山留任的话 那些官员们就寝食难安 报道指出 特别是曾庆红曾经被王岐山多次约谈 要他交代本人和家族的贪腐问题 如果王岐山留任 曾庆红就自身难保 所以他判死阻止王岐山留任 另外 张德江 刘云山和张高丽 对王岐山留任也是不服 甚至刘云山提议将常委人数扩展到11人 这样他也可以留任 在强大的阻力之下 王岐山表态说出于健康原因 不在留任中常委 但是习近平是因为和王岐山联手 才打掉那么多的江派官员 如果王岐山彻底退出 习近平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铁腕人选 现在也看到了 反弹打虎从十九大到现在 一直处于徘徊的状态 正是处于这些原因 习近平不得不采取退而求其次的办法 就是让王岐山换一个身份 换一种方式 继续回到权力核心 罗宇分析认为 这是习王之间的一个小计谋 在中共党内没有职位 但是在国家行政方面 可以做国家副主席 这样既没有破坏中共的七上八下的规矩 中共党内无话可说 又让王岐山重返政坛 七上八下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江泽民为了排除那些声望高 有能力的政治一己 安插他的人马 也就是在换届之年 中共政治局常委如果是67岁 还可以继续连任五年 但是如果是68岁就要退下来 王岐山就属于这种情 上一个五年任期 习近平和王岐山联手 强力推动反弹打虎 惩治腐败 被外界称为习王联盟 而现在 随着王岐山当选国家副主席 再一次站在习近平的身边 王岐山将以两种方式发挥作用 一是以国家副主席的身份 根据宪法 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 既然习近平对王岐山很信赖 他会把很多主席的职权委托给王岐山 这样 王岐山就成了中共历史上权力 最大的国家副主席 另一种方式是列习党的高级会议 包括列习政治局常委会议 尽管在党的高级会议上 王岐山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 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王岐山深受习近平信赖 他的意见就代表了习近平的意见 或者说他的意见会得到习近平的支持 因此在一般情况下 大家都会去附和他的意见 于是王岐山就变得比其他常委更有分量 这两种作用加在一起 未来的王岐山 不仅仅是第八个常委或党国第八号人物 而将是党国第二号人物 此前外界传言 王岐山将是编外常委 但随着他出任国家副主席后 或许王岐山将成为 中共体制内实质上的二号人物 红二代罗宇在接手看中国采访时表示 王岐山在十九大上卸任 这是他和习近平两人设计好的一个计谋 目的是让江派的张德江 刘云山和张高丽出局 王岐山是作为陪伴 陪伴的意思简单说就是让没有做坏事的人 跟着做坏事的人一起受责罚 王岐山已经69岁了 如果按照中共内部七上八下的规定 王岐山就必须要退出政治局常委 但这并不是习近平的本意